你真是醜化我 你猜你自己真是好英俊嗎 是不是啊 好了 23 條問題 今日新的進展 丁薛祥又在督促 現在人家李家超 都被你一腳踢下來 那些做立法會議員 人大政協那些馬上趕快 開快車 都還是要提 說了又當做了 現在就一定要說話 完全支持23條立法 是香港強烈的共識 有迫撤的願望 是人心所向民之所盼 你越說迫撤就越害怕 越說迫撤 其實你就會倒閉自己 你這麼迫撤就是想拘捕人 你不拘捕人 那你迫什麼撤呢 你迫撤做什麼呢 因為國家安全 才可以做到經濟 他們的項目是這樣 那你現在搞不到經濟嗎 你現在想搞些什麼 是搞不到的 是吧 說了事情 是吧 大了 你現在 就給你 人盯人 去拉大灣區 大陸客 來香港旅遊消費 是吧 哪會阻礙到你做奢侈 現在你喜歡怎樣奢侈 你喜歡怎樣都行 是吧 是呀 還可以非禮個 比基尼女 被你說了事 被你握拳了 你就還做些奢侈 給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你就當它 是一個做什麼 你就當它做一個 燒烤檔去做 就當支薄燒烤 就像撿到寶 就這樣 是吧 當真是被你玩的時候 這班廢人 這班廢柴 例如李家超 警察出身的人 去運行金融中心的時候 你就自己出醜了 就是這樣 多謝Dada 好了 又說有什麼別有用心 為抹黑造謠 是吧 講這些 又說唱衰香港的論調 暫住腳的 不是說倫不倫調 是事實 最重要的是講事實 你現在的事實是怎樣 香港是不是真的 被你玩完之後 被你把那些民主派收監之後 香港是不是真的叫做柔志及興 是吧 不是 現在就罵了獻 你日日說 其實現在不是罵了獻 做了事情 你怕死不做事 好了 行政會議 就已經決定了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禮拜五刊憲 提交立法會審議 現在這個 就是開快車 是啊 李家超也是 智涵梁君彥 就說是憲制責任 不用你說了 他們聽到23很興奮的 要不要提他什麼 憲制責任 又說 鑑於 這個 條例草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這個梁君彥 認識了 必要性和迫切性 讓你快點抓人 現在大家想想 然後 我也很擔心 坦白說 他越是說迫切性 必要性 他真的想要抓人 如果不是 你迫切在哪裏 有些人是想 拉而拉不得 那你才要迫切 是吧 但是邏輯有點奇怪 你有國安法 你什麼人都可以抓 我又不知道 所以 目前來看 你看條文 你說看現在 他 咨詢的方向 其實最怕是記者 你23條 你marginalize 你現在是邊緣化的那些記協 然後只找你什麼新聞業聯會 去代表新聞界 其實就是文匯大公 員工會 現在是邊緣化 但是我覺得他很危險 我恐怕記協 就不只是追稅那麼簡單 是吧 那好了 彭博記者 昨天又說他抹黑 又說他做假新聞 那23條之後 他可能找你開刀了 其實就是 你國際金融中心 你沒有了彭博 你廣州彭博 那會怎樣呢 是吧 你不要玩啊 全世界最準的報價機 你停走他 那你就讓他晚上睡 好了 接著 政府和立法會有責任 就是要為了什麼 早一日得一日去立法 哇 就是這個早買早享受 就是23條是 是吧 早買早享受 就是遲買 差幾個 是吧 好了 現在你說 那個日期會是怎樣呢 宣佈落實 這個23條明日刊憲 3月8號 就 估計 現在 這樣順著去來計的話 4月中 國家安全立法日 是吧 4月15號 4月中 4月15號 國家安全教育日 那天 是吧 即是怎樣教育 有什麼教育是最好的 就是抓人 就是抓人 有案例就最好 有案例 你可以抓 你抓到人 有造成案例 以後呢 這些是當 就是當他秦繪 以後 就是在這個 什麼 這個圍園裡面 整個 整個大耀廷秦繪像 這樣 等他跪在那裡 之後呢 就一人套口水 以後是不是這樣 是啊 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寫 白鐵無辜住凌晨 這幾個字 好了 現在呢 究竟裡面的內容是怎樣 看看 其實現在 今天 在那個 立法會裡面 開快車裡面 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討論 有很多議員 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他有一個 所謂叫做 非法操練罪 現在他打算 就是要修訂 那23條 即現在那個 刑事罪行條 裡面有一個 非法操練罪 他要融入到23條 這個就是說 未經許准 任何人未經許准 而參與境外勢力的策劃 或者主導的訓練 就是叫做違法 就擴展 現在要擴展為域外法權 域外法權 即使你是境外做操練的話 即使說 有議員就問 如果你是境外參軍 那算不算 鄧炳強今天就說 因為我們中國 沒有雙重國籍法 你在未退國籍的時候 你在未退國籍的時候 然後你在境外參軍 就有機會違法 參軍之後 你會有責任 你會有責任 去跟隨軍隊 去打仗 有機會跟我們國家專戰 打仗 這樣說 你想到這麼邪惡 是啊 但是他就說 那也有些例外的例子 譬如說 好像 黃埔軍校那些 黃埔軍校 他就會豁免娛樂 或者教育性活動 這些叫做教育性的 但是又這麼說 我入籍台灣 那你怎麼都要四個月軍事訓練 他原則上面 鄧炳強就說 原則上面 有機會跟國家打仗開戰 你現在知道 其實在國務院 現在兩會 李強的工作報告都說了 要備戰 要加軍費 7.2% 要備戰 是不是 那你 加入這個 台灣更加明顯 是不是 有機會跟我們國家宣戰打仗 就是犯法 那BNO當兵 那些日一已經不用想 BNO當兵 我不知道會不會 問題就是有沒有機會開戰 如果你說 英軍 去到台海 你英軍 整個航空母艦過來的話 他會參戰 你又做水軍的話 你可能會是 非法操練罪 你就有份 這個就是叛國 不只是非法操練 然後 這些叛國罪 非法操練罪 再加上 有勾結外國勢力元素 今天有議員問 廖長江就問 昨天就說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罪 一有勾結外國勢力元素 就會罪加一等 這個會怎樣處理 林定國就說 如果干犯國家安全罪行的時候 定罪當你X年 當你10年 再勾結外國勢力的話 為什麼呢 刑期就會比X年更高 會比X年更高 會比X年更高 去反映的嚴重性 就是我們說 分期執行 分期執行 意思就是分期執行 至於 可不可以加入公眾利益為抗變理由 林定國就說 門檻很高 誰可以定義公眾利益 政府定義 門檻高的意思 你可不可以越過政府這個門檻 你扮政府 去定義公眾利益 所以 吳秋筆那些傻子就說 國家安全就是最大的公眾利益 那不用說了 即是不用說了 即是沒有 即是沒有 就算有 即是你現在整息整水 大律師公會那些就是爭取 我就要爭取公眾利益 作為抗變理由 為什麼呢 其實沒有爭取 你最後 法官信不信你 你遇上陳廣池那樣子的時候 你哪有運行 但問題是他們都一定要爭取 你想想大律師公會 即是如果你不爭取 他就沒有膽 其實這班律師是不能做的 其實是 至少你有公眾利益的話 門檻高 至少求情我都有用 你舔了十年 不如這樣吧 我用公眾利益為理由 我幫你減到七年 我都起碼有錢收 輸硬的話 我請什麼律師 我自辯 比較容易 比較執著 去講公眾利益的問題 其實就是關乎傳媒 所以他們今天討論傳媒 就是說 喂 你說我現在 譬如你軍事部署 有傳媒去報道 現在你軍事部署的異動的時候 那這些可以不可以呢 類似是 就好像這樣的情況 那麼 現在林定國就說 傳媒在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發佈了守則 就說需要透過正當手段 去獲取資料 即是你不可以探聽回來 不可以自己調查回來 不可以自己去刺探回來 需要確保消息來源的真確性 即是要Fact Check 你要問過當時人 記者經常都做Fact Check 他講的來源 是不是不可以透過訪問一些軍官 又或者調查報道的方式 狗仔隊 在那裡拿資料回來的意思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很嚴重了 有些例子我想跟大家討論 例如你說 早幾年前 和陳奮一起開飯的那三個官員 歐志光 鄧爾海 和歐家華 入境處 和保安局副局長 還有就是海關 海關關長 海關關長 為何三個官員 和陳奮去吃飯 以這個例子來說 記者 你說他是否用正當手段獲取資料 有人報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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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怎樣報料 但這些人可不可以報料 記者自己本身是基於公眾利益 為何三個官員 可以和一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吃飯 中間有沒有勾結 其實兩件事 很重要的一個案例 因為那時候是疫情期間 我們有限聚令 兩個問題 限聚令之下 你去一個處所 去吃吃飯 這個就已經違反了限聚令 這個就是有公眾利益 這個來源 他現在需要透過正當手段獲取 證券手段是什麼 通常那些人就是 可能做餐廳的人 就是那間會所的人 隨緣會 隨緣會 又或者是下面那些泊車仔 其實泊車仔未必知道 當然不是泊車仔 一個不幸運 你成份之後需要強姦 肯定就是 受害人的姊妹 報料 可能是 被強姦的女生 怎樣爆出來 那是不是正當手段 要確保消息來源的真確性 總之他知道 那他要向誰 確保消息來源的正當性 我和那些讀者交代就可以了 難道我們直接問歐家宏嗎 不需要申請的 不需要申請的 他說 傳媒遵從 這些守則行事的話 就不會 不刻意違反法律的 但是我想說 這個陳奮 犯局這件事 我覺得很值得去討論 而且應該當作實例去問他們 其實是 除了限聚令的問題之外 還會有沒有官商勾結的嫌疑 有可能是ICAC要查的案件 上市公司 海關關長 怎麼會跟你們 怎麼可以跟你建立私人關係 可以有犯局 對不對 什麼叫境外勢力的定義 之後就是說 鄧炳強又說 為了跟外國政府 和政治勢力有關 或者實質控制的組織 條文就會清晰列出 這樣 你現在是清晰說不出嗎 我現在就想問 其實應該在立法會問 你現在就指著某些組織去問 綠色和平那些算不算 總之你現在就說 條文就會清晰 現在你就是在立法會裡面 談完條文才會列出 你當立法會是什麼呢 管浩明今天又說 就在問 好像南韓罷工的醫生 那樣 如果條文怎樣去應對 個別的罷工行為 其實罷工很敏感 罷工有些政治訴求 有些政治訴求 東歐為例 李卓人很喜歡說 那些公投很喜歡說 就是波蘭團結公會 那些就有政治性了 或者是大三霸 以前2019年的大三霸 那些 林定閣就說 不是針對個別的職業 不是針對個別的職業 而是看行為的性質和後果 包括意圖 還有有沒有危害 國家安全的風險 意圖呢 你不相信當事人呢 你法官自己去進去也可以 見過很多次了 有沒有國家安全風險呢 又是你所說的 是嗎 是啊 如果現在你說 唐英傑插著一支旗 你都說他是危害國家安全的 其實也是他所說的 其實是 民建聯的黃英豪就說 內地有條文禁止 那些民間擁有一些 作為竊聽或者竊取的工具 就是用來監聽的工具 那些 相反 深水埗可以很輕易地買回來的 即是他覺得要禁止這些 竊聽、貼、竊取的工具 這樣就混蛋了 大佬買CCTV的那些 他就是黃英豪 根本上深水埗買到的 就算是竊聽工具 淘寶都買到的 淘寶可以買針孔竊影機 知不知道啊 黃英豪 真是傻傻的 真是 整班人都不知道 真是垃圾 那鄧炳強就說 稀材呢 就或者可以合法使用的 其實呢 其實不是 如果你可以合法使用 要不要做到這麼小 為什麼要做到鼻屎這麼小 手指尾這麼小 當然是用來竊聽的 對不對 所以法例是規管非法用途的 黃英豪繼續問 如果擁有那些相關的工具 是不是應該去到國安處登記 喂 登記 你在鴨記買針孔洩漠機 你要去國安處登記 鄧炳強就吃咎他了 我會留意的 真是癡癡的 好了 好了 至於剛才我們說過 那個非法操練罪 因為其實楊永傑就說 大師兄裡面 那個恩子丹 大師兄有沒有看過 你近年那些 恩子丹拍過 沒有人看那些 我看過那些 谷雅莫那些簡介的 就是講講 恩子丹在美國當元兵 回來 以前是一個 做教師 學生 然後做教師 然後打拆學校黑社會 那些 鄧炳強就說 那些 黃暴軍校那些 就行了 恩子丹是美軍 那部戲裡面的角色 他又沒有 真正的例子 去講 總之 問到他不懂得回答的時候 條文會清晰講 你真是 你讓我過過關 如果很嚴重 他說條文很清晰講 為什麼你現在不可以 你看看立法會的公開文件 今天的會講明是相關官員回答草案小組委員會的問題 小組委員會正在問的很多事情 都是實際執行的問題 鄧炳強不可以就這樣說 條文有寫就算數 那些全部的事情 你如果不解釋清楚 非法操練罪是什麼 入籍期間 例如台灣受軍事訓練 然後媽媽病了 我又回來香港 我馬上拘捕 鄧炳強 你是不是需要解釋 他現在講的原則出來 中國就不承認雙重國政 所以你作為中國公民 香港人是中國公民 在外地參軍 就是有機會 他說話是說得不實 那我再問下去 香港人 真的有香港人 現在參加烏克蘭義勇軍 那些怎麼算 參軍之後 就有責任跟隨軍隊 有機會和我們國家開戰打仗 即是打仗才算 純粹參軍就不算 那你參軍 其實也是叫操練 至少你犯了非法操練 我也講得清楚過你 是不是 你又說自己應急反駁隊 應變反駁隊 就是吃屎 說話 不想交代 就看條文 真是 他根本就是 奧不著 然後就幫自己 砌神獸卡 這隻禽獸 然後陳兆紅問 如果你去玩窩遊戲 實際只不過是灌輸軍事知識 和訓練的活動 鄧炳強又說 當時人要證明 你符合豁免的條件 當局也會進行 要豁免的嗎 要申請的嗎 那就是說 我現在不能玩窩遊戲 什麼叫做 需要當時人證明 我符合豁免的條件 我玩窩遊戲 是不是要拿牌呢 現在是不是 神經病的 你不能這樣說 窩遊戲 這件事 很多種不同的表現方法 說你拼波也是來的 你看看 兩個人 買招式玩具 回來就能玩到 陳兆紅 現在立法會員 真的不懂 怎麼辨認 如何辨認 一些偽裝成野戰的遊戲 有些人是假 假窩遊戲 那些都是真窩遊戲 但實際是 灌輸軍事知識 和訓練的活動 這些情境題 就叫你回答 他就說要當事人 證明你符合豁免的條件 現在你都沒有 沒有拿牌機制 那豁不豁免呢 你搞不達八 現在變相就是 搞到你整個 23條 就越搞越複雜 就越搞越麻煩 搞到現在 你都要搞窩遊戲 就是窩遊戲 也要拿牌 是嗎 非法操練罪 但是這件事 大家已經拗了頭 非法操練 我們朋友圍內 都在問 我在家裡 在看YouTube 練格鬥術 是不是都會被人抓 泰拳那些算不算 至於煽動意圖 接著說煽動意圖 楊永傑問 目前煽動罪 哪些方面不清晰 林定國就說 不同的司法管轄區 都不是引致暴力 有不同的看法 認為呢 以不成文法 去列明可以減少 可以減散法庭上的爭辯 不成文法 去列明 即是要怎樣 不成文法 總之 唉 不知道他怎樣搞 最後也是搞 法官怎樣去演繹 其實你指定法官 那你想怎樣搞 你怎樣玩都可以 其實這些事情 上訴庭 今天就快必 案件作出裁決 就說 目前煽動罪 即你的合憲 是符合基本法 但是 煽動罪 本身 你現在在說 是普通法的法律 現在書物園 他做了一個案例 就是千里達的案 就說要有暴力元素才算 總之現在就說 今天上訴庭 就作出了裁權 快必 不需要跟千里達的案例 所以他依然被判罪 快必依然被判罪 其實這個結果 我們都猜到 好了 接著 林定國就說 那個 相關元素 在條文 就有必要性 就是這個暴力 是考慮到 2019年黑暴期間的歷史 很多煽動言論 都不涉及煽動暴力 即是說 就算你現在說 那些煽動言論 就算沒有提及 說要 要殺黑警 沒有說要有什麼暴力呼籲 都可以進去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簡慧敏就說 有些反中聯港分子 好像黨語一樣 是不是不應該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去保護 即是說 那些律師 有些黑暴律師 之前給了612點名的那些 即是他覺得 你現在 你作為暴動罪的那些律師 那些辯護律師 你都好像他們黨語一樣 那是不是不應該 給他們 不受專業保護 這樣 不可以這樣說 我們經常都說 律師 全部都是 cap rule cap driver rule 來的 即是說 收到個案子 就要做 那你就太天真了 那你就太天真了 你以為一國兩制是真的嗎 你以為他用普通法是真的嗎 是嗎 即是你有這些全家產業員 講這些全家產說話 那你整個一國兩制都玩完了 是不是 即是你看一下怎樣出醜 那這些其實 其實不用我們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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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唱衰香港 你這個人 這個簡慧敏 這個八婆 她本身就已經唱衰香港了 你說這些 即是她說 只要我 我是因為 只要你是因為國安法 23條被抓 你不應該受到法律專業保護 但是 這個就是試探林定國 那林定國就說 如果律師 在那裏 就是 如果律師是進行非法行為 違法行為 那當然就不會受到保密權保護 這樣 即是說律師 都還可以 是代表辯護人的 除非他犯法 但是 吳秋北那些 就這樣說 反對公眾利益為辯護理由 這個就是 剛才說了 至於 今天又提到其他事情 就是說 不是 好像有那個 什麼告解的問題 不過 就 看這裏 鄧炳強就說 喂 我 反博隊隊長 現在是不是功成身退 資訊完了 反博隊的工作模式有效 雖然 隊伍總有一天會解散 但是精神是長寸 我就不知道 你現在說有隊伍 有什麼隊員呢 去到現在 反博隊 究竟有多少隊員呢 我就是知道 有隊長 就沒有隊員 其實是 有哪個隊員呢 有 林定國 哈哈 那類 怎麼解散 你來來去去 自己在網上 林定國 明明的 Title是高過鄧炳強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拍了鄧炳強 成個磅油 那樣 他是大隊長 人家是律政司 是司長來的 你只不過是局長來的 但是當然 他兇了 香港是警察政府 當然是警察 話事 那 不知道是不是 哪個 就是今天 管浩銘 就是被我們點名 就是覺得 是啊 我還是宗教界的 究竟告解這個問題 這傢伙 是呀 終於睡醒了 被我們點名 是呀 告解這件事 是不是應該代表宗教界 說幾句說話 和引力叛國這個行為 我是不是要說說 好了 他就說 喂 真的 有些教友反映 那就是 引力叛國罪 是不是可以豁免 這樣 因為其實跟告解 那個保密原則的傳統 是有衝突 那麼 律政司司長的林定國 就說 喂 叛國是很嚴肅的事情 我想如果國家是危在旦直的話 安危危在旦直的話 大家要平衡 是不是要有一個 要履行法 效忠的義務 說這件事 當然 這個就是個定義 大家都知道 但是 現在管浩明問 管浩明問 那件事 他就應該 喂 大哥 如果你法律 你做律師 你可以有專業的豁免權 的話 難道宗教不是嗎 是嗎 那告解 都應該好像 喂 我們神父 都應該聽別人懺悔 那他懺悔可能會改過 但是再問下去 社綱都應該要這樣的 那些編清那些 其實應該是 其實應該是 但是林定國怎麼說呢 他告訴你 哎呀 就放心啦 就不會 關你事的 不會影響到 就是說 林定國就是說 引力叛國罪 如果罪的範圍是清晰 而且有針對性的 就是明知道有人準備 在做叛國行為 而你不去告法的話 那你就 在適當的時候 你不告法的時候 那你就有罪了 那他說 只有極端的情況 才會違法 什麼為之極端的情況 才會違法呢 怎麼為之極端呢 其實你說的極端 和我們所理解的極端 未必一樣 現在林定國就說 譬如某人呢 就在告解裡面透露 就明天呢 就會準備 我們會發動軍隊 發動戰爭 發動戰爭 人家就開會 怎麼會突然間懺悔的 整件事都不合理 還有 現代戰爭 全部都 都是有齊規則的 你要有那些 ultimatum 那些 是 他講這些 這些是恐怖襲擊 就是這樣說 管浩明 不是 林定國 我退一萬步 我當你真的講戰爭 什麼為之戰爭 你剛才講現代戰爭 就不是說 就是 你說穿了軍服 在戰場上面 在搏鬥為之戰爭 地面戰爭 就不是說 一定要在 現在在加沙裡面進行 或者在 烏克蘭裡面進行 那些叫戰爭 因為戰爭來說 如果你說兩國之間 可以有科技戰 任信息戰 商業戰 金融戰 很簡單 很簡單 如果 你是國企做的人才 你處於很重要 很敏感 就是一些職位 如果有外企 我覺得你是人才 我搶人才 我招攬你去別人那裏 去外企做 那你算不算 是這個叛國 這個叫不叫做 你這樣被人叫了過去 這樣算不算叛國 另外 什麼為之國家安全 如果你危害國家安全 就當是戰爭 但是在大陸 告訴大家 國家安全的領域 是爆山爆海的 這裏 五、三 不是 有二十個 有政治安全 軍事安全 國土安全 經濟安全 金融安全 文化安全 社會安全 科技安全 網絡安全 什麼東西都是 什麼東西都是 總之你對任何一個安全 造成威脅的話 都叫做戰爭 是吧 都叫做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你說 只有極端的情況下 才會違法 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 你界定國家安全的領域 就很極端了 糧食安全 你也算的 如果我炒旗油 可以嗎 我炒旗油 可能就是糧食戰 炒大豆 炒大豆 我沽大豆 炒旗油 為什麼我看著 你現在 你不知道國家現在 磁瘡很厲害嗎 然後你炒 你可能 你突然間 你不知不覺 你是參與了一場 糧食戰爭 其實是 是 拉豆 是吧 那些炒家 很糟糕的 挪旗那些要走的 真的 這個不是開玩笑 因為你本身 這個 這個 國家安全的領域 就是包山包海 就是很極端 你現在跟我們說極端 林定國 我就反問一下 你現在國家 你究竟 你怎樣對待國家安全 有多麼極端 你自己找一塊鏡照一下自己 你整身都是G點來的 所以不是說 你是你自己寫的 什麼東西都是國家安全 是國家安全教育日的網頁裏面列出來的 是吧 那我當然會有理由問你 他說法律專業的保密權 屬於被告的基本人權 你都還記得基本人權 是吧 就跟神職人員不同的 但是這樣說 神職人員 就比起法律 就是這樣說 right 權利 為什麼比起這個 神職人員 你說那些什麼 法律人權 那些 法律的辯護權 這個是人權 宗教不是人權嗎 是 宗教也是人權來的 基本法有36條 講到明 是 我們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是啊 這是不是基本法 還是國家的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你真是 現在兩樣東西都會學 基本法就是要 保障了 基本法就是保障了宗教自由 宗教權利 是啊 還有 這個基本法第五條 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喂 你現在因為有這個23條之後 我就沒有了告解權 對於 對於 對於這些人 他起碼有移民 現在很多宗教人士有個移民 我就不清楚 我聽到這些事情算不算是 我自己誤墮法網 現在的神父就是 喂 你什麼東西都是國家安全 有些人就說 譬如我炒了旗遊 我懺悔 是不是 哎呀 我見到國家很慘 沒有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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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說 大西北裏面又說 停電 又什麼 錯風限電 你有沒有 然後我真的 我真的炒旗遊 喂 我有點 心過意不去 喂 然後神父說 喂 喂 你這樣危害國家安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神父我聽到之後 我 我 你還是不 你好呢 很極端 以後 以後沒有生意的 那真是很極端 不是真的打仗 因為現在你國家就很瘋 將什麼都推到盡 這個底線思維 你全靈 好像Mixer 推到最盡 什麼都是國家安全 我中國就很安全 是吧 根本上他自己 就對自己的安全 是很沒有信心 覺得千瘡百孔 因為經濟就很難碰 大陸下 他覺得枝爆 人心惶惶 草木皆兵 昨天你見到 那些經濟部 經濟部長的記者會 你見南法安 你見潘弓成的樣子 你知道什麼事 大家應該聽回 昨天我們的直播 大家知道什麼 可想而知 為何要這麼急立23條 大問題這23條 真的被我們恥笑 說23條就是這樣 這些是笑話 可想而知 你是由神父告解這個問題上 其實是一頁之秋 你就會知道 其實現在你搞這23條 不是只影響一小撮人嗎 是不是真的鎖好的門鎖呢 你現在經常跟他說 反駁外媒 外國勢力就是鎖好的門鎖 不讓賊進來 不是啊 你現在當誰是賊 真正實行起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說 可能被人當作賊 那些是自己人 對 是啊 我也說 非法操練罪 你說 如果你參過軍的話 都有可能是 違反23條 我想說 香港銀行界很多高層 其實當過兵的 那幫人 一立法 他們全部都需要23條 你是不是要弄死香港銀行業 你是不是要弄死香港銀行業